欢迎收看105年3月18号 星期五的港督新闻 我是薛婉珍 新闻的一开始 先带你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地震局今年开春第一季土地标授 以中小型土地为主 包含凤山的凤青地段 男子的清风地段 其中最受瞩目的帝王 就是凤青地段的三比一标土地 高雄市政府在高雄国际会中心 举办了第三届高雄会展论坛 市长陈举表示 高雄积极推动会展产业 估计可以创造160亿元的经济效益 新科立委赖瑞荣 上任短短两个月 不但勤跑基层又开工厅会 邀请中央长官南下 勘察中林路重建路段 再再展现他惊人的行动力 地震局在今年第一季的 开发区土地标授 成绩还算不错 脱标率是43% 合计标授金额为 3亿6919万元 其中包含凤青宠画区 推出了七笔土地 脱标了四笔 而高雄溢价率最高的是 落在小港的品松地段 以每平15万6千元脱标 溢价率高达43% 地震局今年开春第一季 土地标授 以中小型土地为主 推出了23标25笔的土地 而一共卖出10标12笔 脱标率为43% 猜抢人意啦 因为总是说有脱标出去的话 总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这一次推出的土地 包含凤山的凤青地段 男子青丰青南 小港平松平顶以及湖内重画区 而最受到瞩目的帝王 就是凤青地段的三笔一标的土地 因为临近青年路 附近又有文山高中正修科大 吸引两家投资客 最后是以每平93万元成功脱标 算是创下近几年那边的一个市场成交行情的高点了 而本次最受欢迎的则是小港平松的两笔土地 每平脱标率为14至15万 其中一笔还位于高松路与松美路的三角窗 溢价率高达43% 成为本次溢价最高的土地 另外湖内的成绩也是相当亮眼 推出两笔土地临近湖中路 通通脱标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像是男子一共推出了七标 包含海科大一带 但却仅有一标脱标 这个部分目前现况来看都还蛮空旷的 周边的一些算是基础建设可能都还没有到位 地震局也表示针对热门地段 像是湖内民宗段 大辽仁德段 凤山凤青段 小港平松段 也将在下一次的标售当中持续退出 港湖新闻潘志光陈丽婷采访报导 高雄市政府周四在高雄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第三届高雄会展论坛 探讨会展产业展望 以及未来将如何与中央合作开创新契机 市场陈举表示 高雄积极推动会展产业 估计可以创造160亿元的经济效益 他也期许未来新政府上任后 对于南台湾发展会展产业给予更多支持 促进高雄城市转席生机 由高雄市金发局举办的第三届高雄会展论坛 包含展场饭店以及产业主管都应邀出席 高雄市长陈举收邀致辞 强调师傅近年来大力推展会展产业 成果有目共睹 其中大型会展场次三年内大幅成长了将近三倍 利用大家这样的一个专业 高雄市政府很多帮助 我们也来创造彼此合作的商机 争取更多的国庆会议展览活动 到高雄来进行 陈举表示市府积极争取会展到高雄举办 也努力开拓会展市场 他期盼更多跟高雄产业有关的会展 能够移私到高雄 将高雄打造成为亚太会展举办的首选地点 陈举表示产业转型是高雄的重要议题 他希望新政府上任 对于南台湾会展产业给予支持 但如果新政府没有多加关注 他将会第一个表达不能接受 另外高雄市也发起了高雄会展联盟 结合产官学界 同时也邀请临近县市参加 希望共同行销南台湾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新科立委赖瑞龙上任短短两个月 勤跑基层 又是开公厅会 又是邀请中央长官南下勘查中林路重建进度 再在展现他惊人的行动力 而这样的表现获得基层民众许多肯定 新科立委赖瑞龙马不停蹄 从立院赶回地方 就是为了要处理延宕多年的 绍康营区土地开发案 希望中央与地方集思广益 加速开发 福的速度包括中央的速度 包括整个市地重化速度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两年内的时间 把相关的工作全部完成 赖瑞龙绞尽脑汁 处理绍康营区开发案 希望还给小港地区居民 一个绿色无污染的空间 同样也是对小港地区 造成冲击的中林路坍塌意外 意外发生至今将近半年 尚未完成整个道路重建工作 赖瑞龙急着邀请中央官员南下 回到现场勘察重建进度 希望以安全为最大优先 那现在道路上当然是可以通了 还没有全面通 但是车辆跟机车都可以通行 那原则上再延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大家我想原则上都可以接受 只是我们希望它是更安全的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 未来在市民更关注的议题上面 中央能够更重视 事隔半年目前毁损路段 只能双向单线通车 无法按照原定在今年三月底 全面通车计划 赖瑞龙当场要求相关单位 必须还给小港人一个合理的生活环境 也针对多项问题向中央请命 部长也很重视 所以今天也特别难下到小港 来看中林路的问题 包括小港的一些环境污染等等问题 那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沟通 让小港的环境污染的问题能够减少 那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让整个道路的平整问题 能够得到更多的改善 包括沿海路的下面的自来水管线 那部长也承诺来全部更新 卸下政务官的身份投入敏代 赖瑞龙展开积极行动力 加强经营基层 从工厅会到现场勘察 赖瑞龙掌握重点 积极兑现选举证件 也获得基层正面肯定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住家的测沟大都已经完成了污水接管 但测沟残留干净的雨水 反而容易滋身登革了并没闻 左营区新上林长黄英化就动员制工 进行环境大扫除 只要发现测沟有积水 就会倒入漂白水并且拍照存症 希望能够改善积水 有效防治登革了 拿着各种扫地用具 新上林里长黄英化 带着社区环保志工 缤纷多路进行社区大扫除 看到落叶烟地等杂物 都逃不过志工的利眼 一一扫除 很快乐 就很好这样子 小小年纪就懂得做志工 蛮不错的 你都跟他一组 我们两个一组 我们都是一组的 就是有这个的 垃圾袋要跟着我 水沟盖旁边吧 都有什么垃圾 树叶还有冰榔 还有烟蒂 除了清少杂物之外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检查 屋后沟和侧沟是否有积水 因为雨水分离之后 这些雨水沟里的清水 成为登革热 并没闻滋生的温床 看到有积水 志工马上把里长 特别调制好的漂白水 倒入沟中 要让蚊子的幼虫无法生存 有发现这个雨污水分开之后 那我们看得到的水沟 会是干净的水沟 但是如果下雨 或者是有一些干净的水 积在那边 那就会成为登革热 它资深的一个温床 那我们很担心这一点 所以在想 就是说有没有 比如说倒漂白水 或者是放一些强碱的东西 在积水的地方 在这个干净的水沟里面 让这个决绝 要不适合生存 才看能不能对登革热 有比较大的帮助这样子 担心登革热疫情 在天气回暖之后 日益严重 学生跟着家长 也一起投入环境维护工作 协助拍照做记录 为社区寄一份心力 写心的 然后跟证书一起交给学校 然后如果它是湿的 代表有人偷到 无事废水 所以要排起来 要传给 有鉴于去年登革热疫情严重 各社区除了提早防治之外 也特别针对容易积水的雨水沟 进行投药和喷洒漂白水的工作 希望能够有效控制 近年的登革热疫情 港东新闻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导 新路基金会成立将近30年的时间 帮助不少障碍者 融入到社会里头 鼓励他们与人群相处 除了社区生活支持外 每年也都会举办建筑活动 不仅鼓励障碍朋友走出来 也要让民众更认识他们 想要知道新路基金会是如何支持障碍者社会参与吗 那就不能错过下周一播出的高雄亮起来节目 这群来自新兴奇能照护中心的学员们 认真的按照每天行程 早上的时间都要做早操 为整天的一开始打起精神 新路基金会成立将近30年的时间 帮助无数的障碍朋友走进人群 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融入到社会里头 和一般人一样参与社会 其实障碍朋友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只是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学习和适应 所以新路基金会除了社区生活的支持外 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全台四个地区的顺大活动 而且今年已经迈入地世界了 为了鼓励我们的障碍者走出来 我们希望大家用的是健康正向 然后就是是充满希望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来让我们的社会大众认识到的 我们的障碍朋友们 每年的建筑活动都吸引不少民众一同参与 不仅是希望借由运动情境在大众的支持下 让障碍者走入社会和人群自然互动 也希望能够让民众更认识障碍者 甚至您也可以加入新路的行列 帮助他们 社会大众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协助跟支持 我们的智能障碍朋友 那当志工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们就会提供一些 如何跟这些智能障碍朋友互动 相处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你能够来协助这些智能障碍朋友 让他们在社区里面是可以更自在 然后也能够获得更友善的一个支持 想要知道更多新路基金会 是如何帮助障碍者 融入社区走入人群的吗 那就要锁定21号 周一晚上9点播出的高雄亮起来 港多新闻综合报道 有机会来到高师大的画 除了有美丽的装置艺术可以欣赏之外 沿着和平路围墙走到四围路口 你会发现有一处非常受欢迎的 师大美学角落 是个适合休闲喝咖啡及放松的好地方 带你一起来看看 位于和平路上的高雄师范大学 粉红浪漫的杨红枫林木正在美丽盛开着 每年的三月上旬 总是会吸引许多爱花人士驻逐欣赏 不赶时间的话 沿着和平路围墙走到四围路口 会发现一处非常受欢迎的美学角落 个人认为是这一年多来非常成功的 一个老屋心力的一个范例 那么所谓的老屋心力就是 我们把一个废弃的老旧宿舍 那么让它重新展现活化的力道 这个室内空间不但变成了一个喝咖啡 很悠闲的一个空间 而且里面也作为高师大美术系 室舍系 跨领艺术研究所的私生展演的空间 原来这家受欢迎的咖啡厅 是高师大50年的员工老书舍改建的 果然比有一番风情 看到了吗 外墙上各国的游戳就是高师大学生们的创意 还有原本冰冷声音的变电箱 经过学生们的巧思彩绘之下 成了最受欢迎的装置艺术 那所以我们有尽全力的保留它原始的风貌 包含地板它会不平 因为它是50年的磨石子的地板 那我们也舍不得把这些东西遗忘 所以我们把它留着 那留着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我们如何让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文创的感觉 那刚好也是艺术学院也蛮支持的 就是提供很多不管是大师级的作品 或者是学生的作品 那我们就把它在我们的空间去呈设 餐厅业者与学校共同合作 空气里不但有着浓浓的咖啡香 更增添了独特的文艺学院风 这里的咖啡很有特色 然后那个也是从旧的校舍改建的 然后就是很舒服 所以我只要有空档的时间都会过来 有机会来到高师大一定要在这充满艺文美学的老宿舍里 找个喜欢的角落 不管是喝杯咖啡还是欣赏艺术品 都仿佛时钟被按了暂停 还有什么比忘了时间更享受呢 港都新闻五品源罗绍军采访报导 高雄知名的大型购物商场 由于跟日本公司结束10年合作 从3月3号起正式更名重新出发 还特别打造了可爱的吉祥物 给人清净温暖的感觉 就是希望各方面的服务可以更贴近消费者 创造属于消费者的时尚新时代 明亮的大厅服务人员身穿优雅但紫色套装 亲切迎接客人的到来 这里是高雄大型的购物商场 由于跟原本合作的日本公司 结束10年的合约 因此从3月3日起正式更名重新出发 新制服我们加进了紫色的元素 这个紫色其实也就是有鸢尾花 也有一个紫色的花雨的感觉 让大家感觉 这个给消费者的感觉是更亲近 然后更能够更柔和 然后可是也感觉是符合流行的趋势的 除了服务人员换了新装 百货公司也再度展现美学成才 也与团队共同设计全新吉祥物 雪灵兔波波 延续爱分享的服务概念 新的吉祥物就是我们的雪灵兔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 比较亲近的昵称叫做波波 那波波的名称也就是purple 紫色像这个颜色的一个中文翻译 其实会用兔子主要是因为 兔子感觉是比较温寻 也比较亲民的 那所以另外而且它的耳朵竖起来 也代表倾听顾客的声音 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加安心的购物空间 百货公司还特别针对女性消费者 打造更加以及集中的内衣选购区 我们的内衣区其实也做了一个特别贴心的规划 就是让它是在我们整个卖场的后端的地方 让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女性的消费者他不会觉得尴尬 因为有太多的人经过然后指指点点 所以他在这个私密的区域可以更放心的挑选商品 看得出来百货公司不管是外观形象的改变 还是内部的消费空间 都可以明显感受到比往更加贴心的服务 和选择上的多元就是希望让每位消费者 都能随心所欲创造自我的生活风格 重新往更美好的时代前进出发 港都新闻物品员罗绍军采访报导 乳酸菌饮料因为要保鲜 必须一早就进行配送 三明区安康里里长孙启哲夫妇 担任养热多的配送员将近60年 每天得在凌晨天还没亮时就摸黑出门配送 如今两个儿子和大媳妇 一家五口都是配送员 成为独一无二的养热多配送家族 一早就骑着摩托车外出送养热多和鲜奶 安康里里长孙启哲就是靠着 配送养热多和鲜奶养活一家人 我们一定早上要三四清平 我们买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到我们的健康 每天早上和平鲜奶 还是可以打果汁 也可以冲红茶牛奶红茶鲜奶 养热多饮料从民国53年引进台湾 村里长从那时就担任养热多配送员 里长夫人陈美珠嫁给她之后 也跟着担任养热多妈妈 每天都要早起把健康营养的饮料 送到早餐店和卖场 我们买这部车 我们买这部车已经买五台六台 这台第一台六台 那都沿街卖吗 送早餐店 还有送这个超胸 超胸 一台车可以载多少罐 这个 15条 200多瓶 牛奶早上送的 牛奶早上送的 超胸 200元 那怎么就早起来 哎呀 4点5 4点就起来 那怎么辛苦 没啦 做很快乐 还要运动 担任配送员的还不止孙里长夫妇 目前两个儿子和大媳妇 也都加入配送的行列 像孙里长这样一家五口 都是养热多配送员的家族 还找不到第二家 二十年以上了啦 二十年以上 因为我儿子二十几岁啦 那都很早就出门了吗 我是第一名啦 我一点就出门了 二十点就出门 哇 天都还没有亮呢 怎么会亮呢 我送完的时候就差不多要亮了啦 是吗 送到六点多 送到六点多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还是冬天跑不起来 不会 习惯了 我已经送六十几年了啦 现在就交给儿子啦 儿子接班了 天还没亮 孙里长一家五口就早早起床出发费送 从养热多妈妈叔叔到养热多阿嬷阿公 养热多的奶水养活孙里长一家人 港都新闻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一起来关心周末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英时短正正雨气温21-29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英时短正正雨气温21-26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 英时多云正雨气温18-22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英时多云正雨气温14-28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是薛岩珍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杨茜茜 我觉得我要哭了 带你享受美食 很厉害对不对甜点 出发咯 每周五晚间九点半跟着喜好高雄一起玩片高雄吧 周一到周六晚间六点进行锁定港都新闻 天啊刚刚说 国航国家都围着什么都在打招 做一个高雄人 他了解多少高雄书 高雄回来起飞 有好的也有要监督的 都需要你来参加 明天拜祭高雄限定节目 晚上九点限定播出 等你来看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 幸福 幸福甜美芬芳也随处可循 每周三晚上九点半 锁定高雄都会台 第四频道 幸福好处咪 区里的大小事情 请您告诉我们 让我们带所有高雄人去看 说给所有高雄人来听 每周四晚